不管出门玩还是上下班 交通都是一大考量因素 不过讲了很久的台北捷运细纸民生线 马总统日前却说不一定要盖了 这句话引起细纸和基隆民众的强烈反弹 马总统今天到基隆出席活动 他特别强调要民众放心 捷运民生细纸线的政策不会改变 因为马总统在中场会的一席话 捷运民生细纸线传出不盖 细纸基隆民众一片哗然 马总统趁着到基隆出席活动的机会 当面澄清 强调既定政策没有改变 请大家放心 捷运台北市的捷运民生细纸线 计划不会改变 每天从基隆到台北上班来 来回总共有16人 因为这种方式在民生细纸线 还没有完成之前 先用台铁捷运化 来解人工情的问题 让他动静好不好 好 总统亲口挂保证 基隆市民以热情掌声回应 不过市长张通融笑得有些勉强 毕竟总统难得来一趟 中间怎么还隔着人 整场没互动两人关系引人联想 市场好像比较少一点 很多 我想我一直陪着他还很多 因为我们总统也特别提到 我们决议们都没有提到 一前一后离去赶着出席海洋大学校庆 而零一头不买学校规定 只能带学生证入场 扬言丢协抗议的学生 并没有实际行动 只有少数校外人士场外闹场 毕竟总统都亲口保证 捷御民生细纸线计划不变 市民都乐得开心 有段TV五检讯李王轩 基隆报道